现在给你请教的问题是 担对粉耐鸡 若是没炸草的消息费 一包是几公斤 它应该是指我们公司的资财 这我给你回答够可以 这个其实阿波安老师你讲解一下 蛤? 看 对啦 其实这个是你比较回答的 这些东西就是 在这里要稍微注意到的是 是说那么乃鸡 买得比较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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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说用什么东西去嘴巴 是什么 这个都是浩哥龙最终的优衡 那么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在这个 寒冷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么开始呢 有一点点了 让他控制 控制他的这个 这个要干燥 因为要打 要很打烧 不可以 这个水便去饮水 那么 他一定要比较稍微 看乃鸡 这个就是 低温干燥 没有经过这个 这个东西卡 这个 尤其在这个 立冬以后 比如说你今年 比如说在这个 10日月之 立冬以后 如果是漏火 火水很多 土不搅 那么通常那年呢 鸡蛋的内置就稍等 所以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那么你 要注意到这方面的 这个问题 在那 那么 如果是开始 这个打扫 开始要开火 然后开始要开火的时候 你可以 适当 这个水有看到 有金回包的时候 那么 适当来 这个 啊 沖一些水下去 这个效果就很好了 所以呢 那么这在这 可以给我们 和朋友呢 先做一些参考的 这个基本上呢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这可以给我们 提供朋友 先做一些了解 就是你可以 摘到这几种的解解问题 那么到时候 有看到的回包 那么回包的时候 就要 补盆 补盖 那开始呢 对着它 刁割 这有很大的 好处 那么有时候 如果是开始 在开火的时候 到大火的这个中间 你可以用 这个 啊 这个番茄美 这有一个番茄美树 那么 这 在用的 这在内基 其实很多人在用 在用 6千枚 那么 薄薄的 这样给它这个 这个番茄美树 这个番茄美树 这番茄美树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 tomaren tomaren 番茄美树 那么 这是一个 这个 那么 有的叫做 tomaren 那么 在内基里面 就是这个东西 会 跟他的这个调割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处理风险 那么 薄薄薄薄 一定要注意 这个量不要太大 因为有灰 那么 这个流 要稍微小一点点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